中文字幕提供 再按本件的mail 讓大家表解到 到底什麼設置太陽光電 它點率有哪一件 應用的點率有哪一件 它的效益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設置太陽光電 到底有什麼 其實目前各國為什麼都要推上光電 還有一些相關的評估 我們如何知道 我們自己的設置之前可以設置太陽光電 然後以及目前的政策是如何來做輔助 以及推動的目前的政策 那部分是我 因為有些線檢包比較早不見 所以我偶爾加一個內容 可能是太陽型號沒有 就正在一些議程 還有一些申請的一些程序 還有我會提到 最後一些案例的分享 那今天整體的內容是這個樣子 讓大家了解到 基礎的太陽光電的資訊 知識 還有目前的政策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 那麼前一開始 到底什麼是太陽光電 其實我們知道 太陽光的應用其實主要會有兩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太陽光電的水器 就是我們的太陽光電的發電器 然後會有這兩種 那我們常看到的 可能是 應該說常有人會說 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裝很多了 為什麼還在推呢 那其實問到最後 它都不是發電 都是產生熱水 它都會以為它自己家裡裝的那個 以為是太陽光電的氣 不是 其實它目前主要用的 跟太陽光有關是正能主要兩種 太陽光電的水器跟太陽光電器 它兩種跟原子基本上的整部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它都是在圍體上面 我們把一塊板子在上面 或是吸收太陽光 產生再生的原 就是一個是光轉成熱 太陽的熱水器就是 我們裡面都會有集熱水 太陽光照射之後 裡面滾碗水 熱它吸收熱 產生熱水 這是太陽的熱水器 那另外我們目前 我們把這個計畫推動的 就是太陽光的發電系統 就是太陽光照射之後 是光轉成電的一個設備 它主要就是裡面會有很多太陽的電池 太陽的電池是一個半導體的元件 它透過光的照射 激發裡面的電子電都產生電流 所以說這兩個原理完全不一樣的 避用太陽光的一個發生能源 那我們的目前主要是 這一個 像發電系統這一塊的問題 那正常我們都會先提說 因為我們目前假設要裝 要了解它 目前大概 黑瓦的系統 大概是3點的面積 大概是6-8萬 大概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會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數字 那大家主要的了解 EKWAR這個產品 那大概是9-8萬幾件的費用 那大概1-10萬的發行 你可能用的一鍵好一點 微格設計 整容量多一點 然後成本可能高一點 低一點 我們用1-10萬的電池 那基本上它主要會是這兩種 主要會這兩種 那在這個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主要可以發電的這一塊 然後發電的這一塊 那剛剛提到 我們主要會有一些 這邊單位的瞭解 更少我們出去看看 或是說 設置檔 或是說 用多少網 多少K網 或是說 Mega網 我會用單裝置的容量 來給人家敘述網 它主要就是說 它是指看光電盤 而定輸出的總量 它的總和 它的總和 就是指看光電盤 它的定輸出的總量 它的總和 就是指看光電盤 它的定輸出就是1K網 我們用速度才新 所以一部電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 出家 冷氣 等天光在什麼樣的電 產生一部電 是一樣的單位 那一部電主要就是 我們1K網的細胞 1K網的細胞 1K網的細胞 我們已經輸出一個小時 往這邊產生一部電 然後 在標準的輸出之下 有一個標準的條件 一千網去平方 那如果是5C 跟1.5的條件之下 它產生的是一部電 的輸出 它的實力的輸出 讓大家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後面 都會有相關的一些敘述 這邊都會有相關的輸出 那接下來主要是 炭氧光電系統的結構 讓大家最了解電系統的結構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電池 它就是薄薄的一片 有一個半導體組織層 電腦結緣電腦系統 那個炭氧電池 我們常看到說 它講電池電池 跟我們電力少少買個那種 晶體電池的基本上不太一樣 它不會 因為它本身 它本身的電池 雖然它不明是電池 可是它本身 沒有除電的功能 它沒有除電的功能 所以說它本身 它反光造成它所產生的電流 直流電 那幾個電池 電輸出之後 它會幾發幾有 基本上它就沒有除電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能 常有人會說 電池 就是你所當然認為 它是除電的那個電池 基本上不一樣 它本身照到大כ 照樣照照到它之後 它閃燃電力 很多其他機能 沒有精準的功能 還有精準的功能 那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這一片一片的 電池 都是合格的一片 所以它本身 其實蠻脆弱的 我們都會透過一些 功裝技術 變成模組 就是說我們現在外面 看到一塊一塊的板子 那裡面其實都會 六十到七十電的模組 像還依照我們的 實際的製程技術 那麼可能更多便 所以說裡面其實 都是一片一片的模組 我們的風裝起來 風裝起來 變成模組 然後一到我們現場實際的設計規劃 我們會排列成我們的組件 排列成我們的組件 我們現在一塊一塊排起來 那接下來會進入我們的一個直流接線項 直流接線項裡面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看光線模組 我要去拔直流電 我們就會有一些直流的保護設備 包括保險絲 你看到牌關 還有段路型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後續微硬的話 我們要做一些離斷的動作 我們會把一些保護的原件排在這邊 那剛剛提到 我們看到的電池是直流電 正常我們住家一般使用的都是交流電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直流轉交流的設備 電流器 直流轉交流的設備 讓直流電可以變成交流電 供我們一般住家 或者是相關的住宅來做使用 所以會有一個電流器 因為它也可以到一個交流電池 一樣一起保護原件在裡面 做原件的時候可以使用 最後會到我們的 假設你要把電池有限定的電源 最後會到室電 或者是你的家裡主宅 是一個整體的炭光機系統的架構 讓大家來瞭解一下 主要的原件 它能夠用電流器 這是兩個主要的原件 那依照設置類型 是因為我們區分成有三個 第一個是普利型 普利型 普利型主要應用在 我們可能是 偏遠山區 電廣不達到達的地方 它可以用普利型 普利型主要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 我們跟太陽光機沒有 算不上的儲電 除非我們樓外裝一個蓄電池 樓外裝一個蓄電池 我們剛剛提到電網無法到達 變成說假設我們在某一個 點點三區有需要用電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普利型的系統 就是我們太陽光系統 太陽光系統一樣架設好 樓外裝一個蓄電池 那太陽光早上照射的太陽光 出產生的電力 可以儲存到我們蓄電池裡面來 所以是在幫我們 其他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 來做使用 就是普利型的部分 主要應用在偏遠山區 或者是電網無法到達的地方 那第二種部分 是試煉變聯繫 因為在我們目前台灣 其實大部分的地區 基本上電網架構都蠻堅決的 所以基本上都會有 電力公設電網經過 可能都會附加的附近 所以正常我們看外面系統 正常就是我剛看外面系統的架構 它本身不會有去電池 直接跟電力公司的電網做并連 直接把外面系統 并連到我們電力公司的電網 可能說賣電的工作 或者是自己家製造 連到我們家自己的市場 那這也是目前 大家會選擇的一種并連的方式 就是直接跟電力公司的電網做并連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本格型 基本上你跟電網做并連 你本身有去電池 假設 主要是透過假設你斷電的話 那個地方又有用電需求的時候 還有其他用電需求的時候 他會透過這個去電池 來去供應電力 這是第三種 可是常電的話 還是第二種為止 第二種為止 直接電力 那接下來依照設置形式 它主要除了為地面形 物名是一個設置在地面上 後來還有屋底形 我們可能設在屋屋上面 或者是斜屋屋上面 第三種就是建築整合型 就是主要是取代部分建築物 像是取代屋頂 或是取代牆面 取代牆面 然後變成建築整合型 以目前來說 可能大家一般住家 都會一路屋底形為主 那我們區分方式 主要是看它有沒有建築 假如有建築 基本上我們就視為有補助級 我們待會後面會震照 因為我們目前補助方式的話 會針對 我們是用賣店做補助 後面會提 所以我們會有不同類型 不同集序 那我們怎麼區分它 基本上有沒有建築 是一個關鍵 有建築我們就是它會 建築物上面設置 我們就把它認定為補助級 那我們後面會提到配率的不同 反正沒有建築就有查到 基本上就是地面前 我們就用那種方式來區分 來決定它補助的方式 進入的方式 那其實利用裡面很多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從我們一般看到的 BIPP的類型 我們都是市民主堂館 我們都沒有 稍微感覺到 然後路程上面的 像我們主班 還有我們的門車 其實都很多的利用武器 大家其實也大概都知道了 那目前是推動了很多 可能大家可能 假設是在屋頂上面 他平台路過 可能都沒有特別注意到 現在目前很多 那些工廠廠場上面 其實也是應用的空間 那當然也目前 像是我們公共有房舍 國小 國工的屋頂上面 也很多人蓋 也很多人蓋 那些失業 那些DIG的配型 然後取代牆面等等 都能設置在屋頂上面去設置 但為了那些 其實效益的部分 為什麼大家會面穿那麼多 彈光電台 還有一些社區型的應用 以國外跟國內來說 像我們國內台南跟大義 都有很多那種社區型的建制 大面積的 大面積的設置 這也是目前 甚至像是 昂馬克這邊 也有可能機會 可以成為各種類型的樣子 就是整片 我們整個部落 都可以變成彈光電 的設置 這也是目前很多 很多 看國外都在做的 都在做的 都在做的 那剛剛講的那麼多 介紹的彈光電 那我們到底也不一直 才好 選擇彈光電 其實我們現在再生的人 很多 商業也好 到處都有 很多是再生的人 運用各種方式 那為什麼我們會比 選擇彈光電 是方式之一 我們敢說絕對 當然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合適的一個選擇 為什麼彈光電 是目前各國 都很重視的 其中之一的選擇 你目前來說 我們國內 我們國內 目前的費用方式 我們就只有 附地賣電20年的補助 就是說 假設 我看光電建置好 看光電建置好 真心完成 那我那個店 假設你想要賣電的話 你跟電力公司簽約 2020年附地那個倍率不會變 假設我這個店可以賣10塊 那20年簽下去 我20年就是賣他10塊 不會變 但是目前 因為本身我們看光電 甚至是需要一些成本在 然後 為了降低大家的一些 資金上的一些需求壓力 也不特別針對這個部分 額外就補助的部分 可以推動大家說 我附近的誘因 我畢竟20年簽約 然後 那倍率附近20年不會變 所以讓大家 資金上的成本 也有一些誘因在 也有一些誘因在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是針對領柔的部分 我們剛才看到 像是通常掌法方面 我們都可以蓋一些大氧光電 它本身多一層 可以補個大氧光的話 基本上 它本身室內的溫度 也可以跟著減少 連帶的話 本身裡面的用電也會相對的減少 很簡單 就是物體帳面多了一層 大氧光電板 它本身就補個了 大氧光直接射到 物體帳面 本身的溫度 就會有所調整 所以是目前 大家設置在 屋頂上面的大氧光電 蠻誘引的一個選擇 實質上 一蓋好之後 他們真的發掘 室內溫度 真的有改變蠻多的 除了賣電之外 它本身自己的用電 或者室內溫度 有多減少 自己的溫度 第三個部分之外 是 針對設置的 因為我們本身設置在圖面上面 正常我們一般的建築物 照理說 建築率跟容積率都會蓋 你本身要 額外新增 合法的空間 照理說不會有 因為你建築容積率 建築率跟容積率都滿 所以你可能會有 額外的空間可以去蓋 那以太陽光電來說 它有一個 免達到三公尺以下 免達到的一個申請 另外免達到就是說 我那裡三公尺以下 照理說 太陽光電是雜向工作屋的一種 所以說 不管如何 你一定會申請雜向工作屋使用指導 那基本上要花一點時間 會花一點 你可能會去做申請 那假設你是三公尺以下 設計高度 從樓底板面積 頂樓的樓底板面積 其算 三公尺的話 它基本上 可以讓你免達到 那免達到 基本上你就可以 不去容積率 以及間閉率 不表示你下面那個空間 是得法的利用 不會是說 我們早知道 你可以搭個主題上去 是回答空間不一樣 就是針對三公尺以下 可以免達到 就是額外的高度 額外一個適用空間 那三公尺基本上 也是一層樓高 所以基本上 是靜樓 假設有額外的空間 可以利用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 有額外的空間 來做使用 所以第三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 當然 今天簡單 還有創造就業 基本上 前面這三個是主要的 你本身有 付近的賣店收入 付近的賣店收入 一千二十年 最近的賣店 第二個 你頂樓 假設是在頂樓 屋頂型的話 你本身 它有室內 隔熱的一個效果在 那當然 因為這樣子 地區的狀況 它有固定 減少室內溫度 第三個 就是有合法的空間 基本上 大家一腳捷捲 你就是在 隔壁屋 違法 但是基本上 到底說是 沒有經過申請 那基本上 看來方面 都可以 我也擔心這個部分 沒有額外的 有合法 紅劍 或外的 有合法 紅劍 可能會選擇的一種方式 所以它很方便 會選擇人自一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了很多效益 其實也是 我們自己個人而已 那對整體來說 我們應該會看 這是一個 我們一般人 用電 習慣的 技術 大家可以看到 早上又給開始 我們人 起床了 用電開始增加 到中午 可能大家中午休 稍微再降低一點 到下午 慢慢用電高 這是一個虛勢譜 一般人 正常一天的虛勢譜 早上開始用電 到中午 到下午 慢慢的減少 這是一個 一般人的用電的虛勢譜 那我們看到 對面那張圖 這是我們看 我們發電 理想化的主線圖 一樣是從早上 漢光出現之後 我們就開始發電 所以到中午 可以說 隨著路路 日到越來越少 慢慢電 很低 那我們左右兩張圖 來比較一下 可以發現 我們一般人用電的習慣 跟我們太陽光面 發現的 趨勢譜 其實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那好處是什麼 剛一開始有知道了 我們太陽光 應該說 代替能力來自大部分 或是其他職業 它本身沒有續電的功能 照理說 你太陽光電力產生一度電 它就直接 揮露到電網 或直接到部載來做使用 假設沒有 基本上都會被消耗掉 假設沒有被使用到 的話 就是被消耗掉 那以太陽光電來說 我們的虛勢譜 跟我們一般人的用電 習慣很接近 就變成說 我們有用電的時候 就可以 有機會 比較大 機率的 去把 你太陽光電 產生的電力 消耗掉 就不會造成太多的浪費 不會太多的浪費 所以目前 可以減少一些 我們電電公司 針對機載的部分 的一些使用 所以這太陽光電 有目前 比較優勢的地方 是大家會對它 重視的原因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用電的習慣 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對於 碳光電的 推動 就很擔心 其實 我們會不會說 製造了很多解禁能源 可是它本身 也是會對環境有些影響 基本上 我們傳點的一些內容 基本上 以太陽光電來說 它唯一的燃料 就是太陽光 你就是一塊板子 擺在你的設置地點 屋底上面 有太陽光照射到它 它就會產生電力 它不需要其他的 額外的 任何的燃料 不需要 就只需要太陽光照射它 這是第一個 它不會有額外的燃料 你看 它會有被氣物嗎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 也不會有 電產生而已 就太陽光照射到它之後 它只會產生電 它不會有其他的東西產生 只會產生電 所以它基本上 沒有其他的被氣物 它不會有什麼 其他的 任何的被氣物 不會有被水壓 或者是 有當中性酷 會不會有 可是太陽光 產生電力而已 太陽光 產生電力而已 那它會不會擺光 因為以太陽光電來說 它本身 它都要結構 比如說 魔理 太陽光電池 還有一些被板 它其實才是這樣子 所以有擺光電的 它的確 會有一些些擺光 因為我們設置在 物體上面 或者是設置在 地面上面 它可能有些人 會附近 它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叫光安牛 那以目前 太陽光電版來說 因為我們是希望 其中更多的太陽光 光還產生電力 因為光射進去 越多 我們產生的電力 造影中會越多 所以說 我們會希望它的光 進入 我們看模組裡面 越多越好 所以裡面它會一些 抗反射層 或是一些 額外的結構 讓它的光很少 所以它基本上 它反光的量 也蠻少的 只是它大部分 都會被輕鬆掉 剩下的 才會一些三色 反射的一些 光線出去 所以基本上 它的反光的量 也很少 反光的量也很少 那它如果有抬音 基本上很遠 還是一塊 它很軟排在我們 路線上面而已 就是一塊 它除了剛剛比較 變流系的部分 裡面一些電子元件 它可能會先整齊聲音 而正常來說 我們它們的系統 都是放置在 不會在我們生活周遭 不會載到我們 房間旁邊 客廳旁邊 就會 或者是我們隔壁的 形式的土地 上面設置 所以基本上 高一點的電子 有 有 但很小 有 那些 還熱的部分 當然 像電子元件部分 多多少少 會有些被熱 但也不多 那它會不會已經死活 基本上 以目前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電流 只要有電流有過 你就已經會有電子 基本上比較好 我們一家的電視 音箱 都會有 那以目前來說 以國際跟我們台灣這邊的標準 發生在好方式 是目前我們環保史的規律 那我們依照 我們實際兩者的一些資訊 基本上都遠低於 國際跟我們國內的標準 所以基本上 影響應該不大 好 影響應該不大 好 那這就是整體的 暗光鏈的效益 從一開始 表達它的特性 到它實質上 會不會有 有何外能影響 我們都會對它一些了解 所以這也是目前 大家會願意選擇 測試太陽光鏈 來當作我們 可以取代我們一些 質感能源的一些選擇 好 一些選擇 那現在來讓大家聊聊 OK 我們知道了它的效益 知道了什麼 測試太陽光鏈 當中的樣子 那些原件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自己設置的地點 或者是我們想要蓋的地點 可能會知道 我們何多的質感 因為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你炭光鏈其實蠻單純的 只要有炭光鏈 照著炭光照射到它 它就會產生電力 它蠻單純的 所以它只怕幾個因素 第一個 遮影 第一個遮影 因為有遮到 遮到 遮到 沒有炭光鏈 照射到我們炭光鏈系統 基本上它就不會把電 OK 或者是只有微量的電 會有影響 第二個 你目前我們國內的規定 基本上 就是在合法的建築物 或合法的土地上面蓋 針對實際評估的話 一開始我們會針對 設施場指 來做我們的了解 當然 因為我們台灣 在北緯或是三間五度 基本上 當然在我們難點 所以我們正常來說 我們的系統都會面欄 所以面欄基本上會跟我們 照射 基本上我們就用 近衡的垂直 導射光越多 還是越少 所以基本上 我們除了第一個 要定名這一 第二個 我們要設施在合法的圖片上面 第三個 就是我們就要正常 我們基本都可以面欄 面欄 就是主要在皮膚上 一些注意的思想 最主要的 因為 正常來說 假設我們面東或面西 基本上 就會大微減 然後四十六五十八的發電量 因為你早上在旁邊 下午在西邊 下午就沒有了 或者是面北的話 基本上也會少到五十到六十 然後面欄 不知道在哪邊 大部分的面欄 所以正常 我們都會希望 我們的模組的面板 一定可能的面欄 那一開始我們會針對 針對相關的 元件或廠卡 一開始我們到現場 針對我們直接面積 我們先聽他的方位講 我們先用我們設定面積 跟我們也有些證定物 正常我們會這樣抓 假設我的女兒牆一公尺高 那假設他面欄 面欄我基本上會抓1.5公尺 假設我是一公尺高的女兒牆 我就會退1.5公尺 退1.5公尺 那我的遮音可以見到最低 然後以公尺跟下視最遠的距離 我們來抓 正常都會這樣子 不管是面東面欄面西 我們都會這樣刻意抓 因為這樣是最保守的 那面東面西基本上 他本身的入道條件 或者是方位強的部分 有時候可能不用退1.5公尺 但我們一開始入屋的時候 都會以最高的車能量來抓 所以基本上都是抓 甚至障礙物高度的1.5公尺 退1.5公尺 可以為自己 那我們會針對實際的現場 去做量測 以及初步規劃 初步規劃 針對實際可以設計的面積 就把那些障礙物 水塔 女兒牆等等一些 可能會遮到太陽光的一些部分 我把它 那些區域都給它刪除這樣 我會把它推畫出來 然後針對實際可以 如果串併 我們模組應該如何設置 如果串併點等等 因為模組要選擇 哪種容量的 進入了設計 還有實際我們一些 相關的元件 該如何擔到 所以在實際量測完之後 我們可以來做 實際的推畫 那相關的元件 最後設置 然後一些教育訓練等等 就讓大家來列一下 嘗試屏幕的好處是什麼 正常來說 我們一開始都會先做嘗試屏幕 我們不會說 直接到現場就直接幹 因為我們真的都屏幕出來 到底不合適幹的時候 我們才能確定 其實大家有提到 太陽光 太陽光的性格就是怕 沒有太陽光 所以像是 中環部製造很好 甚至這邊臺部 製造都是非常好 可是它也有可能沒有 合適的地方 也是有可能 有不合適的地方可以幹 可能旁邊就一個大樓 只是一個平寶 它就是會知道 基本上 這就可能是 沒有辦法設置的情況 所以主要就是可以找出 到底哪裡可以裝 裝置量是多少 以及如果有設置 你才能可以 也會路過雜點量 回收點線 我們目前有一個 補助措施 就是這個部分 針對快天的 有一個固定的 一個補助費率 出一代快天二十年 所以說 這些都會在體股的時候 先做 感受未來 更多的各位 有興趣要感 這些都可以做注意 剛剛提到 我就是要很好的建築物 所以我先把它提進 所以我會選擇建造 或者是雜造 相關的一些 要求跟正面的建 目前我們針對 就是剛剛提到的 屋頂三公尺一架 應該說這屋頂跟基面 都是三公尺一架 雜造 都是從頭皮板天氣起算 那屋頂就是點五公尺 讓大家聊天一下 主要是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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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是一個 正常我們到現場 我們可能會針對 正方正西跟正南 這三個方位 我們會去拍 現場的照片 我們會配一些 預估實際的一些障礙物 看看 對於我們那個系統設置 整面積 會不會有這一點的狀況 正常來說 例如說 我們一個串列 可能是 石片 石片它有一個光碟 那剛剛有一個示意圖 假如我們有知道一片 某一個小角就好 難怪整體發電 就會降到20到30% 一塊板子 一塊板子 像這樣子 OK 因為像這些 可能現場 可能會有一些 鏽石的狀況 也要注意 本身支撐架的部分 結構相助 也要查 要解到 像這個 雜草 假設我們把板子好了 我都已經注意到 周遭不要被遮陰 可是我一塊 一根打掃在那邊 然後我只是這邊被遮到 還有這邊被遮到 假設這是同一個串列的話 基本上 我只遮到一小塊而已 一塊板子 可能只有一小塊 基本上我發電 整個串列 就會降20到30%以上 就可能更多 就可能更多 其實一本它本身裡面 都是串臉 串臉的話 基本上你有一塊 被遮到 它整個下電都是一樣的 電流的下降 所以變成 遮陰是影響 太陽光發電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除了沒有太陽光 因為它不會發電 它被遮陰 它也會影響到 太陽光的系統 而且它可能會造成 假設某一個部分被遮陰的話 假設某一個部分 也會觸碰比較高 網際對它的板子 會有影響 所以它的遮陰 是對於 太陽光電最注重的原因之一 當然安訊也是很重要 本身支撐這樣 如果旁邊有樹 遮陰或建築物 那就很困難 基本上都會可以把它避開 都會可以把它避開 希望不要有 盡量不要 就是說 我們會盡可能讓它 整個太陽光照射的時間 大到最長 因為假設 我有一個小時被遮到 我跟你講 那個小時 那個串裂 基本上發電機會降低 然後影響其實 還算蠻大 剛剛提到的 可能至少有二三十八的 最少 基本上它會盡可能的 避免 一個串裂是這樣 兩個角落被遮到 一個串裂 我可能說是十塊這種 你看人版 十塊假設是十塊 我一串 假設我十塊的好了 一塊被遮到 基本上整個串裂十片 我都遮陰二三十 每塊都遮陰 不是只有一塊 整個串裂都是串連 電流都是一致的 假設我一塊 假設正常輸出完美 一塊二十八 剩下十安美 那基本上 整個串裂都是十安美 所以我們會擔心 遮陰的部分 希望盡量不要贏 所以我們在現場 在規劃的時候 周遭的W5 額牆吹塔 或其他的 有可能會影響到 雖然其中 任何可以遮到的話 我們盡可能 都會把它避免掉 不過當然也有 是狀況 假設它只有在 一整天的 某一個時間 會被遮到 那當然依照你時間 體積狀況一定 假設我 其他 早上 九點到下午三點 只有兩點到三點 那個區間 沒遮到 或許你還要成功 正常八點 那也可以考慮裝 或者是你在設計規劃 特意把那個串列 只有一片 或兩片 都可以把它拆開來 讓串列 串少一點 影響 降到最低 也是可以 正常來說 我們都會特意把 遮音這一塊 考量進去 靜的人 不要遮到 不要遮到 再來 可能是一些部分 進場 可以定多少 有沒有空間 要不要額外做一些 像 實際的變壓 以及 是 是單下三線的 還是 三下四線的 等等那些 以前變化的情況 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的 原間的選擇 這些就是 主要等到現場 我們平估一個 系統 可不合適感 或者那個 設置品可不合適感 我們需要主要 注意到 第一個 可法的建圖 第二個 有沒有折影 第三個 它設置大會 主要是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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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如何賣電 後面再回到 政策的部分 以目前來說 我們推動的是 賣電的行駐 剛剛提到 肯定賣電二十年 這是一個示意圖 有沒有看到 暗光的電力計時 是輸到我們外面的電秒 電力公設電秒 做機架的動作 機架的動作 這是到我們電 這是一個示意圖 大家提到我們有 屋頂型跟地面型 基本上就是 有沒有建造 有建造基本上就是 屋頂型 假設沒有建造 基本上就是地面型 那我們依照 目前的 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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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們來陸地區 都是以這個配率比方 這個配率比方 目前屋頂型跟地面型 屋頂型跟地面型 屋頂型跟不同的機器 我們一度定用這個 搭建有很多配率來嗎 一度建來用這個很多配率來嗎 那當然 後面還會再提到 真正我們有一次 因為我們每年有設置目標 那目前 後面也進到幾次 有待會跟大家提 正常來說 我們輸電池用這個配率比方來看 這個配率比方來看 那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一個 總量的軟質 以目前 我們今年是要五百萬 哪個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有針對 因為我剛才提到 我們有個亂點 我們目前針對 地面型1K晚上 直屋頂型100K晚上 我們要走出標的直觀 因為我們目前 看對設置的目標量 我們有一個總量的限制 所以我們有針對 大容量的軟質 我們會要走到 中性的動作 塑膠主要就是說 我們先 用這支容量比較大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的 真的不同的急距 我們的費率會不一樣 假設是20到100 還有100到500 100到500之間 我們都是固定一個 費率4.8061 可是假設我是 100KW的系統 跟500KW的系統 它本身這支系統 還是有差 所以 可是它的容量的費率 卻一樣 所以我們針對 這個部分 我們針對 希望大家的 利潤合力 大家也知道 不會說 你蓋的比較多 我們轉的比較多 蓋比較少 就轉比較少 我們希望 不可能解決這個狀況 所以真的這部分 目前有針對這個部分 都金標成功 就是 補領型 100KW以上 硬面型 1KW上 有7KW 我們有做金標的制度 就是說我們定期 去做金標 大概寫折扣率 假設我 1片10塊 我願意折個10塊 我願意折個10塊下來 我排我的折扣率的程序 好 下高等的 類似那個意思 那當然還有一些 我先給你 這個標準做 我們後面再提 好 後面再提 那來申請流程 如果我也後面 我後面有 剛剛有說的 新增線NAP 我把後面補強一下 所以說 流程的話 我開文台來做幾次 那我簡單做一個 試算 就針對 我這邊是以大面積為主 不過小面積 應該基本上 不會落差太大 基本上我們會附一些 參數 第一個 我告訴你能裝多少 第一個 我告訴你能裝多少 那1K瓦的成本 那當然 一到實際狀況的地方 像是多一點 可能是從台第一線 正常是6到8萬 那當然我目前可能 因為5萬票 我們要是大口 我發得到5萬 那以及當地的發電量的余 像台東的話 就能炸 1250物件 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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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1250物件 電競 1250物件 平均的發電量 一年的1K瓦 進行平均的發電量 進行平均的發電量 那你目前台完 基本上是越近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個 三數來做試算 所以說基本上 每樣算下來 大約都可以施滅 裡面的回軟 比如說 以目前的製作方式來說 當然大陸這樣子 可能會找一些 小融脈 那一些 可能一些微硬的成本 都會在裡面 所以說 那裡面會影響到 你實力回收的連線 所以我們想要注意 試算 OK 正常來說 大概10年以內都沒問題 所以 以目前台東這邊 因為日照其實都不差 日照其實都不差 所以說 10年以內應該都OK 那來看實力狀況 看實力狀況 正常 正常運作的 好 實力狀況之下 那我們只要會注意 第一個 我到底裝是多少 第二個 我的面積 以及我的成本到底多少 以及我的回憶的費用 大概怎麼算 以及我們可以回收多少 來做選擇 正常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場 來到現場 你幫我們評估 評估完之後 他會是這些數據給我們 讓我們了解到 到底多久可以回收 我能連回憶費用到底是多少 保護要多久 這些都是要實際注意的地方 這些都是實際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一個視線條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OK 這個是 除了我們 自己 以目前來說 除了自己 主要負責的方式 你要看他負責 主要負責 第一個 你自己本身不夠 資金不夠的話 你自己出錢 第二個部分 假設你資金不夠的話 你可以找銀行方式 第三種 假設你資金不夠 你可以找有沒有廠商 有億月 必成租你的目的 第三種 今天我們是指說 BBA 式頭的方式 就是廠商 改制租租 層層神租女家的屋頂 或者是設置的地點 基本上 設置成為他們 出 運維他們出 那當然賣配收入也是對他們 那 我們這邊就是定期收一個租金 那 你不用管系統的設置 你也不用管系統的迴雨 這是定期收一個租金 就是 目前 滿多人會選擇的方式 因為我可以不用出錢 自己的固定或是行車空間 就可以連加利用之外 我們是併起一個固定 併起收一個固定 就是有些人會乘出的方式 可是當然慢電收入就規定 我們才能移到慢電收入固定去發出 當然你還可以跟長方談 和吉他來去做固定的部分 可以拿到固定的部分 所以說剛剛只要三種 你要把自己出資 要把自己跟銀行同行 讓我們也可以原則 跟你們的廠商來 有醫院的廠商來做成功的部分 就是目前發生的一個歷程 現在以目前是八千金還沒有 當然我們持續的在做 因為新設計劃 我們持續有很多在做更新的目標量 目前是八千金 但未來應該要入職 有今年還有增加的問題嗎 目前的量應該還算充足 那當然你目前的規劃 不應該是會增加的 只是時間點我還是改變 因為可能還是要一點時間去做 不過目前的規劃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這邊就是徐智能局 推動的方法就是這一塊 基本上有些任務在裡面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是一個賣店的規劃 反正甚至好不好 電流賣給台電 小台電把每期 可能100KW 以上的系統 可能兩個月收到一次電費單 100KW 以上的系統 一個月收到一次電費單 就是小KW 大概兩個月收到一次錢 8KW 大概兩個月收到一次電費單 一個月收到一次錢 所以我們會有固定的電流 電賣給台電 然後每個月或一個月收到我們每期的購電的來據 那當然後續也是電流公司 就把電賣給相關的電流 然後再來檢測回到台電池這邊 就是整體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運作方式 是如何做賣電或做固定方式 那回到系統專順來說 我們針對 運行賽事能源來說 我們主要分三個發電類型 這個是 500KW 以上是 500KW 以上是賣電 可是第二系是 500KW 以上只有 可是目前他們常用的是 500KW 以上 我會買500KW 可以賣電 主要會分三種類型 大概會不會再提出什麼外型 先認識一下我們的發電類型之後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主要的程式流程 就是大家要看到 主要會有三個單位 主要四個流程 第一個 凱電公司 跟當地的財電局 是我們做申請 第二個部分 是跟我們的能局 我們有一個隨便電局 來做申請 第三個 是針對當地縣市政府的地方單位 主要會正式三個單位來做申請 四個流程 第一個 我們會跟財電公司做應鏈審查 第二個 我們會回到能局 我們做同一備案 第三個 我們這邊會再回到 假設要賣電的話 賣電 然後回到財電公司 做一些報告的動作 那當然同步 我們這邊會跟鑑管單位 做相關的產品道理 來報告人情 所以我們再回到能力 這邊來做一個設備能力 但是主要一個角度 我們開始 我們是針對場景過敏夫 然後可以提到一些 主要的方式 那簡單事實是這樣 相關的一些 常者評估 我們所使用 原件的一些規格的選擇 當然一些相關的 一些施工服等等的產品 規劃完成 後來我們會到凱電 剛才提到的 第一個階段 是凱電 凱電這邊會針對你 實際的設計檢查的 變連點也好 二星的容量也好 以及你系統的設計規劃也好 他會來做審查 就是你系統規劃 你本身的原件規格 你有沒有符合相關的規範 比如卡槍的路面線 規程等等 他會在這邊來做審查 在第一關 正常來說 我們評估完之後 常常評估完之後 當然你審查 剛才沒聽到 你可以自己申請 你也可以導致 常常申請 等他這個申請 常常申請的話 你就直接到現場 把相關的文件付給他 還可以真的會審查 第一關 剛剛提到的配合 我們會分三級 那正常我們看第三級 目前來說 在三級別的部分 一直會 不滿改變化的部分 我們會分低壓跟高壓 你看一下你的全額賣電 高壓的話 全額與電或不賣電都可以 那低壓的話 你要全額的話 你一定要拉外線 全額的話 全額一度就是說 我太陽光面所產生的典型 有全部賣的話 比低壓用後 就是要拉到外面的兵電 不能自家的兵電盤 自家兵電盤 不能直接兵到那裡 或兵到外面 可能電感 上面的兵壓器 或者是我們地上 正方形綠色的兵 兵壓器裡面去 或是兵到那邊去 所以從目前有個規範 假設我一般住家 我是不一樣用戶 如果要全額賣的話 我一定要拉到外面去 就是拉到外面 可能才兵電球 甚至好兵電 然後一開始 這樣講 病人神常在一個街角 你會看 你實際上病點點在哪裡 會讓 假設你要神常有錯的話 那大的報價 就不會 如果你要行為 一件滿件 你要定到低壓的行 都可以 都可以 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正常來說 大家去申請 會有一個理由 或請我還 額外把握器拿出去 可是我 不拼到我其實家裡就好 因為可能這個低壓的用戶 你本身 要在 用電安全的話 那是很難去做掌控 所以你自己出家 在自己家裡 他可能要自己來去做查看 比較困難 所以目前針對低壓的用戶 你要全能賣電 你本身要拉到外面去 那為什麼 你電跟無盤電 可以 因為基本上 他的量會比較小 他實際影響到 六元到那裡 所以說 他基本上 目前針對低壓的用戶 你要並接 全能賣電的話 實際要全能賣電的話 你就要拉到外面去 就變到外面的 墨壓器 或者是 以上型的墨壓器 那當然就是一個示意 就是針對 目前 假設這是全能賣電的話 你要拉外線 因為他這麼看 你會用一個雙槍電錶來說 就是這樣 你直接拉到外面的 附近界頂 或是直接拉到外面的 附近界頂 那當然就是你原本有的 那個界頂 就是自己家裡的附近 所以正常來說 他就會直接出去到外面 這是外面的附近界頂 外面可以自己 這個示意 讓大家瞭解一下 這個是 餘電的部分 一開始會接到自己 當外面發電 接到自己的 部宅來做使用 接到自己的家裡的 部宅來做使用 然後 多餘的 才會再賣不住 這邊一樣 一個方向鏈 很多計較的動作 這也是一個示意的部分 那這樣這個電 還是可以賣給 買電 有自己用的 用證人 就是一開始 我會先把 假設我要旅店 旅店有夠的話 我會先拿 就是要自己 給那些馬鈴 部宅上面去 所以電和先到 部宅 是以家裡的部宅 假設我現在都沒開電 假設到部宅 沒有用掉 他會再流出去 那流出去 才會買到沒有 那如果有意思 那台電的電比較便宜 然後我賣給台電比較貴 然後我這樣就要 賣給他 就是看個人選擇 都可以 他全門賣店 都可以 就是有些人認為 我想要認真以家的店 就是有這三個選擇 都可以 你要不賣 只要旅店 要選賣 都可以 這三個方式 都可以 不要賺 OK 他就是 如果多方式 他就是看 實際的狀況 是 他只要我們 可能會拉到外界去 或者是說 我們可能針對 病點 我們可能會 費用在 就是早期主要會有 反身 在身體還能病點 首位參加費用 是一個家裡的 就假設我們 現在我們一般的 陷入 電壓性容量可能不止 或者是 快線容量可能不止 OK 我們可能要駕駛電 他會有額外一些 更換駕駭器 或 新推薦的一些 費用 就是淹線的費用 或者是 假設我的 台店已經拉了 這條虧線 還沒有買三年 他可能會有一些 額外的費用產生 就是早期的一個狀況 就是假設我們申請 假設我們病點的話 病掉一直好 被滿三年的費用 的線路的話 可能會有額外的 病件 並往後塵費 那 以去年開始 我們跟這個部分 我們有一個 進化成本的部分 就是 針對 病網所產生的費用 我們用固定的配率來算 他就是 以這個表來做 這是第三 其他的方法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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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 我們針對說 依然可以繼續收 我們會有不同的機具 那 其他地方是 或是 不用收的 代表你不要 不用收 那收費的方式 是 一開始 假設我是160 我的系統 假設前面50 我就不用收 OK 我就扣掉50 那 後面50的話 一人大50大100 所以說是 我扣掉50的時候 我還50大100 配合是一定為50 他一個60 是 大概100到500 之間 所以我現在有170 甚至60 這是他的計算 一個方式 所以我這邊是大家 大家能理想說 其實到我設計上 的方式 在有多數的設計成本 之外 比如說我1k 瓦 大概6到8萬 一件的成本之外 我在申請的時候 可能 假設我這邊 電網 的費用 可能會產生一些 假設我剛剛提到 我可能要更強利用 可能要輕易貼心的一些費用 那當然目前是 以用化成本的方式來算 未滿500k瓦的 這隻手第三型 第三型 未滿500k瓦的系統 五頂型的部分 才有這個倍率點 另外還有另外一張倍率點 所以這樣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先 好 所以沒有要去放 所以說 未滿50k瓦的話 可能是不用收 這個倍率不用收 因為晚上就有這個部份 他假設是 其他的部份就是 依實的容量 跟極力來收 如果說 在一個村莊裡面 很多的都是3k瓦 等不到那麼大的 他個別都是沒收嗎 還是集合起來 這個要收 因為集合起來就超過很多 對 而基本上就是 單一按鍵 我一個申請他沒有超過50k瓦 他不用給機器出來 不用 所以我一個按鍵 是100k瓦 我前50k瓦 後面50才要收 1050乘以50 假設我一個按鍵 是3k瓦 基本上都不會 一個按鍵 基本上都不用 正常來說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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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除非是豪宅 1k瓦三點 可能裝個 5k瓦還在50點 就有了 所以 也是有可能 他基本上是比較低 所以就是他走開 一按鍵來看 一個按鍵 假設會滿50k瓦 基本上不用 我主要的問題是如果說 像我們那個 合作起來 例如說整個村莊合作出來 大家聯合申請 有可能吧 他是按多戶50戶 同時 可是他還是要換我單一按鍵來看 所以說 因為我們是看單一床子 單一按鍵來看 雖然說我可能那個社區 有50個案子來 可是他還是會跟50案來看 連在於他並肩點都不一樣 他申請的案件都不一樣 他不可能50個案子 設計圖畫 會長得一樣 因為大家的房子 已經長得不一樣 面向也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相關的一些資料 已經不一樣 所以正常來說 都是50案 所以說 他很難用 按鍵去做一按鍵 然後裡面有50個 50個相關的設計圖畫 因為他可能在裡面的條件 會不一樣 所以正常來說 我們是一按一按來看 所以說 因為你第一個 硬接點已經不同 你此機裡面的 相關所使用的 原件的規格 都不一樣 用的內規都有些規定 所以現在你的線定要磨出來 用什麼材料 都會有一些要求 所以說 你設計圖畫不好 你本身的規定 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會 從單一按鍵來看 所以從單一按鍵來看 所以從單一按鍵來看 市場沒有超過50案子 基本上 這不會有任何問題 可以 不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假設 台電都審查完了 你會再到我們一按鍵來 我們會做同一按鍵來 我們會做同一按鍵的工作 我們會做審查的動作 請問問 跟我們排列進行 是地方的團體 可以嗎 都跟地方之處就可以了 都跟地方之處就可以了 就是找到 但是我們也知道 是進行部有的解決 還是地方的什麼 這些縣次嗎 目前來說都是先找 我們有一些下放 像是目前今年針對 假如每次都目前有五個人 林東、金門、林林章畫 有幾個縣次 我們可以把同一備案 下放到各個縣次 目前來說 主軸還是可以找 林林章這邊來 大部分人都還是找得來 台東這邊來 也還是 都找林林 那當然我們部分 就是同一按這個 審查的一個 一個內容 我們有下放到的地方 可能剛好講到幾個縣次 林林章畫 台南 還有林東、金門 這幾個 額外 就是他額外說 他願意做這一塊 也會下放到他 進去 目前 其他大部分都還是 回到我們那裡 我們剛剛有一個說 那當然 這剛剛提到的原因 主要是希望大家 我們還會深入過 有些人 組織成多種 在某個基地是固定 我們會希望 大家所得到的 利用自己 自然 不會落差太大 所以說 我們會有一個 巨額的事故在這邊 那當然也配得到 我們入行有一些 規劃的目標 那當然有目標 他會隨著 我們會先做調整 只是說 我們有 思路的放關 你不會說 特地大家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 折扣率 我一定要去跟大家請進 我會希望 用某些方式 讓大家可以 讓整體的品質提升 好像是 像我們今天開始 針對高香軟的模組 以及 或者金人獎的模組 就是品質比較好的 因為早期 大家可能會刻意 不管是要 避開金標 或者是 降低我的 設置成本的費用 我可以選用一些 品質比較低的 或者是可能值 就是 價格比較低的 一些產品元件 他就使用 所以今天來 一開始 我可能針對一些 比較品質 有兩邊一 去選擇好一點的一些產品 就是 格外給他一些優惠 或者是 那些民進掉的一些條件 那為什麼之前 前面的一件事都會有 好 這邊都不夠錯去 因為這邊有蠻多的 就只是說 大家要了解到 目前的方向 是希望大家可以針對 不要只注意價格 所以價格 雖然可以讓你的 回收年間拉長 要吸長 但不代表 他 就一定是好的 就是說 假設我們使用到 效能很多 雖然我開始成本 多了一些些 可是他整體的效率拉高 化電力變多 他其實也有辦法 幫助到你 也是有回收 縮短 所以說 可能會有一些措施 讓大家了解到 我們除了要 壓低我們成本之外 大家可能認為 我成本不能比較少 回收年間比較少 除了我 有很多問題 把效率提高之外 我安全 你本身的質量結構 等等 也都會影響到 你那個系統的壽命 所以說 又到一半 可能就壞掉了 所以說 這個部分都會希望 讓大家了解 成本不是為了 安全 跟你本身效率的提升 也都有辦法幫助到 你本身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假設我們要做競標 那當然我剛剛提到 很多裡面競標的一些方式 然後這個 然後可以丟到 基本上 我會這四個級距 先從屋頂型的時候 開始競標 假設未滿 700KW 100到未滿 500以上 以及地面型 這四個級距 這四個級距 各別競標 各別競標 那當然 競標的方式 依照 目前規劃內 我們540 單一的級距 我會去購買40KW 內高網的話 我會去全部 有時候可以在 上次 我剛剛提到的部分的話 OK 可是競標內容 都盤好 基本上我剛剛提到 我們目前有固定的一個 設置的目標了 假設已經是500 內高網 那我們會分150 是競標 350是競標 那競標原因在於說 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們的級距 輪功倍率的級距 有沒有 跟不同的級距 跟不同的容量 那假設我剛剛有提到 100KW到500KW的這個級距 它本身 它的設置成本 100KW跟500KW的 基本上 會不一樣 那 可是它的賣力度數 都是4.8061 都是固定的一個規律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會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競標的方式 來讓它 有合理的一個議論 合理的一個議論 它競標的方式指的就是 我在同一備案的時候 剛起到同一備案的時候 我會去做 投標的動作 就是說我會寫一個 折扣率 假設我一部電視賣10塊 假設我拿 折扣率 倍率是10塊的話 我願意折10% 我會寫一個折扣率 就是我願意用9塊來賣 跟大家去做競爭 假設我 折10% 有人折20% 那20%的競間 得到容量 只是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方式 來去做一個合理的競爭 讓大家本身的利潤 合理化一致 會有這個競標的一個機制在 好像會不會太快 競標的機制 我還是搞不搞 這個 無力 我就罵了 就是我要標 這個要進 我就覺得呢 就無力了 我了解大概一次 可是言論在於 剛剛提到的 我假設是500k瓦 跟100k瓦 就是根本其實不一樣 可是我買 比較費率是0次的 這變成說 有些人可能是 500k瓦看的比較多 我就撞比較多 可是我剛才買k瓦 跟他拿的貸率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費力又 沒辦法切到1k瓦 1k瓦才算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有外的機制在 那配合到 我們每年都會 一個固定的目標 其實說 對我聽的是容量 但我們一下子 不買給他太多 所以今天來 這個問題是 你那個門肯給他 可以的話把定在那邊 所以我想設 別人也想設 就要競標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你這樣把我們整個都上不去 因為我要競標 競標成本 說競我就要成本 我要寫計畫書 我要去call 那個就是成本 對 其實競標的成本 我們在這個投票上而已 這就是我們 那種理由法外 已經要做的事 目前來說 我可以把它搞 我這邊只是一個拘疏 我沒有實際上 會有這個流程 可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也競標的方式已經很多了 基本上 基本上 要走競標的內容 已經 比較少了 因為我選一個 高效率模組 基本上我會走競標 所以基本上 我是讓大家聊天 目前整體的流程 會有這個階段 實際上 你沒有說已經要 其實基本上 我選擇一些 你競標的方式 基本上就不會 刻意走到競標了 所以問題 以目前來說 已經不大了 已經不大了 我選一個模組 用好一點了 所以基本上 沒有實際上很多 不過我是沒建議提早 可是我也不必要 所以其實 目前來說 印標的一些內容 比率比較少 比率比較少 這只是讓大家 公務有認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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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有認證95達 5 sue 公務有認證�� 回來 上冊也立刻 公務 branded 公務有認證 我們可以檢查到的申請 基本上從一邊案完 我們取得我們同一邊案案之後 我們會回到 當地先是這麼不見的那位 我們會去申請檢查到申請 基本上會出同一邊案案 其實我們同一邊案那個階段 生核通過之後 我們取得一個同一邊案案 我們會出同一邊案案 跟我們的解構技師或建築技師的簽證 我們會主要對點文件 到當地先是這麼去做申請 點雜訟的申請 或是你能達到的一段時間 那當然你再去三公尺一下 現場當然蓋完之後 我們進門單位的人 你會到現場去看 來去看現場 你會符合相關的標準 才會發到點雜訟的文件 那當然一些條件 然後大家知道 用整一邊案的證明文件 你會用歷史的簽證等等 這些內容 你要裹著東西 他照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會回到 我們會回到現月的規劃 最後會 在免談到申請的時候 你會回到財店技術 同步申請做現月的工作 假設你要賣店的話 你會跟財店簽20年的規劃 他簽完約之後 審查完相關文件 他會到現場去掛電流 做一些測試 現場掛電流 換電流 就算 最後會到我們能源 局部電腦 我們要做一個設備 設計 回到現時去看 這真氣的優等 一個剛剛提到三個單位 第一個 海濱公司 在當地的趨勢 第二個 我們能舉 這邊有一個設備 任務次 我們會帶來設備 設計 第三個 我們當地先知任 這個健康單位 所以可以達到四個流程 第一個 海濱公司 並聯審查 第二個 每個人舉的同意被案 審查相關的合法證明文件 第三個 合到臺電 做簽約報表的動作 並同步去找電容單位 申請免查照的文件 最後 相關的文件被騎 到我們能源這邊來 做設備任機的動作 主要這三個單位 跟四個流程 設備任機 完了 基本上就是正式購入店 正式購入店 剛剛提到 我們一直說 賣店 賣店 賣店的時間 變得很少 因為我們以目前的費率表 來說 我們每年都會 因為我們目前的成本 相關的參數 每年都會調 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每年都會針對 隔一年度 至下一年度 它的費率 我們會去做討論 假設像 剛剛看到的表 是150.17年的費率 其實我們到接近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明年的費率 我們也會做討論 所以我們每年的費率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但我們看時間點怎麼算 基本上 分潮 台電你清完約之後 掛表的那一天 掛表的那一天 我們來決定你的賣店的價格 假設我是今年 105年 12月31號 掛完表 我們會 那一天就是 105年的那個費率 假設你是 會買20 20秒的話 那天是8131店賣 假設我是106年 1月1號 那掛表就是明年的費率 所以我們實際上 費率的確認 我們會 掛表的那一天 台電到現場 簽完約之後 前面的病年審查 我們在玩 到台電 掛表 簽完約之後 他到現場去掛表那一天 就行算 假設我們那一天是 今年的12月31號 就是今年的費率 假設是明年的 506年的 1月1號 就是明年的費率 這裡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看到有時候會 我是105年12月 就開始申請 台電病年審查 為什麼我的費率 是106年 只要我們那邊看的話 就是掛表那一天 來看 讓大家了解一下 掛表那一天 OK 這後面就是一些 跟其他一般的一些文件 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基本上 我們都有一些知識的表格 就在網路上 都登錄得到 就可能 就不多收了 都是一些相關 這個方式的相關 就是以備文件 這些商量很機會 甚至賣電 如果賣電 你剛才知道 會買了100G話的話 就是個月收到一次 這樣單 就是個月收到一次 也算是個月收到一次 100G話 或者是個月收到一次 一個月收到一次 那 我先說一些案例 分享 就是剛剛講的一些事情 就是來講 這些相關的 甚至相關的 其實現在大家 要有注意的話 應該說到引擎 真的蠻多了 其實大家的屬於上面或是相關媒體面的設置 都滿多的 還有一些學校 其實在臺灣這邊也很多 通了或是有東西也都很多 大家有聽過的話 就比較多 也要去看 也別有應用 其實這個場合的應用 其實都滿多了 都滿多了 現在的原因 也都還更換了 那那個 歷史國館的方便牆 這些都是 那不是比較特別嗎 就是針對 所以我們目前 我們希望廢廣是在普及化 社區化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定期都會召開一些 像是我們說 臺灣的政策 可是那個是什麼 定期帶 很難跟所有群眾 或者是社區 跟各位有機會互動 然後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陽光看的很明顯 就是針對 假設 我們目前有可以去一些獎吃出來 那些獎吃他可以定期 假設你滿十五個人以上 到你的網站上面去申請 我們就依照時間 開一個專業獎吃到現場 就直接針對 申請的人員 我們到現場 直接跟大家都講解 所以 就可以解除 早就可能 一年辦個三次檔 就沒問題很多 大型的部分 我們要花比較多時間 可是假設 我們是用 來玩開兩個部分的話 各位 其實有請求 上網申請之後 我們就可以快專業的獎吃到現場 這是我們從今年開始 有一些留外的圖案 大概有兩百次 好 成交也看好了 我們到社區 跟大家去做說明 像 台中部聚員工的這些事 有什麼獎吃啊 獎吃 在地需求的原因 我們都可以看 還是有需要的話 當然 我們另外講 我們現在有一定的數目 大概一個兩個 我們也是 身本太高 所以我們有這些人數的需求 如果人以上 就可以開始 專業講 知道這個產品 說明目前最新的大環境政策 還有有需求 各位 歐洲高的民眾 了解到有需求 都可以到我們 我們再去說 我們再去申請 然後去申請 那當然 OK 到最後 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間 裡頭的方式 因為目前在外面 可能是大家 都蠻重視得愉快 後續還有其他問題 也都可以跟我們這邊聯絡 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 東西也會電話 有廠商的部分 可以跟他們聯絡 想要了解廠商 那就是廠商 都可以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說明 大家有問題 可以歡迎來跟我這邊 來做討論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我們可以幫我們 跟大家去問一下 有討論 都可以嗎 他有 他講啊 雖然你可能不是你可以解決 就是我們 因為你解決 你解決嗎 實在不太合理 大哥指的意思 裡面是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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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假設我們跟阿輝那個 之前 演講有說過 我們要說服中交界 那個 那個 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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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いて 收入 對 瑟商 廟商 中і 廟商 廟商 鼓軸 其困 typed 長期就比較高 小米也比較高 甚至有像多面細也更新 基本上目前比較多 很多人可以用千萬 一千萬分別 所以假設如果 如果我後悅 然後幫有遮陽的 那我就 可以實在 用到一副 只要很大 學校的 請教信和審查 有建造基本上就是 假設有的話假設沒有的話就是怎麼樣 照理說沒有 照理說像行車場上面有一個建築 不太有可能 假設他沒有他只有兩道的話 只有找好 有建造才會是有建造的 有建造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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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 他可以用不進行賣 就是我還是看他文件 你不要賺錢 你自己加個自己吃 也可以 但是你能進的不可能 我們指定的不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